小朋友拿著祈福話語 依序貼在愛心氣球上頭 這個由神器活線造型氣球展 團隊所製作的愛心氣球 長3.5公尺 高3公尺 現在集結100位小朋友的祈福話語 希望為高雄氣爆受難的逝者莫哀 並且為傷者祈福 高雄加油 為什麼要幫他們加油 因為上次高雄發生了大氣爆 覺得很恐怖 所以要幫他們加油 希望你們能找到自己家人 希望在台中的時候 可以累積台中所有人的力量 將這個萬克愛心一起送到高雄 來幫助這些債區需要幫助了門 主辦單位表示 神器活線造型氣球移失到台中廠 目前吸引共6萬多人次參觀 反應不錯 看到高雄氣爆死傷眾多 未善盡社會責任 除了邀嫂朋友與民眾一起祈福之外 從現在起每張門票是捐出10元 用來幫助災民重建 從現在開始只要到展期結束 那你來現場購買門票 每張門票我們就會監出10塊錢的愛心 那希望可以累積萬人的力量 來送這個愛心到高雄 問心 養愛 高雄 大家釋放愛的氣球 為高雄災民加油打氣 希望在各界的愛心加持下 災民能用愛來療癒 用心守護臺灣 高雄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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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愛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馬大方面的採訪 高雄 採訪